6月6号 2018环塔迎来第一个休息日 6月7号呢 征途继续 2018环塔拉力赛第四个赛段的比赛又将开始了 那么经过一天的休整之后 车手和赛车又将遭遇哪些挑战呢 来提前了解一下 经过一天的休整 6月7号 2018环塔拉力赛将迎来第四赛段比赛 起点位于新疆善善七个台阵 终点位于新疆哈米四铺 全长301公里 这是新疆善善至哈米的转场赛段 比赛从高速行驶的戈壁出发 一路美景无限 车手们可以在峡谷 亚丹群起河道上驰骋 这个赛段难度不大 但岔路口很多 车手很容易迷路 对领航的要求很高 车手们表现如何 进行关注2018环塔征途第五章 冲出迷途